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天有多家媒體都引述消息指出 說特區政府打算在星期三開始 實施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其中HK01引述消息指出 說行政會議今天召開了特別會議 討論加勒抗疫措施 會上通過了全日禁止堂食 在星期三開始實施 另外也會強制市民在室外的公眾場所戴上口罩 實施全日禁堂食的措施 完全是特區政府無能 搞到要全港市民買單 首先我真的很想去質疑一下 到底特區政府現在提出 全日禁堂食措施有沒有科學根據 在過去這半年期間 很多群聚感染爆發群組出現了 但全部都是關於晚善晚宴的 很多朋友約出來吃飯 不戴口罩互相吹水噴口水花 來構成 至於在過去這半年期間 有沒有哪一個確診個案 真的有確實的科學證據是證明得到 他是因為走了去餐廳的樹 堂食食午餐 而遭受到感染 你特區政府或者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 可不可以拿些數據 拿些證據出來向市民交代一下 如果說什麼都沒有 純粹是你們自己圍內談完 就推出這個措施 那就是和限聚令一樣 又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你說走去堂食午餐 是會遭受到感染的風險 就算一走出家坐升降機那一刻 那架升降機多些人 都一樣會遭受到感染風險 是不是 下到街上坐車一樣是有風險 這些人是不是傻的請問 什麼都有風險 你什麼都不用做 那你不要禁止那些人上班 你又不去補貼市民 多鬼魚 還有 你現在禁止這個堂食 並非每一個工種都好像 林鄭月娥和三絲十二命 那麼他條的 有一間寫字樓大大間房 讓你坐在那裡吃 就算一般打工子女 叫做可以買一個外賣回去寫字樓吃 實請的位置都很屈質 幾十人在寫字樓那裡 都不是很過人 還有 有很多工種 根本上他就沒有一個鬥口 沒有一個寫字樓給他坐的 比如說 地盤工人 三行工人 比如說那些速遞的工人 那你叫他們去哪裏吃 請問 的士司機或者送貨的司機 他們買回去的車上吃 其實都不是很衛生 對嗎 難道坐在司機的位置吃 就會衛生過坐在餐廳那裡吃嗎 還有 那些不是寫字樓工的人 你叫他買了一個外賣飯盒 去哪裏吃 豈不是這些人又要到處流傳 本來坐在餐廳裡面 都叫做有淡安樂茶飯吃 但是現在他買走了 你叫他去哪裏吃 去公園那裏吃 去商場公廈的後樓梯那裏吃 如果這些人到處吃飯 豈不是會造成更大的公共衛生問題 當初你特區政府說要禁晚市 尚且可以找些原因幫你說一下 是不是 因為你要禁止市民去晚上聚會 約朋友三五知己 所以你就禁晚市 叫市民回家自己煮也好 叫外賣回家自己吃也好 但是當時你全日禁堂吃是妖民 早餐又不給食 叫市民吃麵包 午餐又不給食 午餐就一定要吃 就算不吃早餐 你不是傻的 特區政府 因為當初在五月份的時候 大家都很清楚記得 我們曾經試過有一兩次 都是連續十幾天二十天 零確診個案是沒有斷攬的 但是後來去到六月七月 情況才開始急轉席 到底有什麼基本因素改變了呢 我看到有些人說 我要封關 實請不要說封關 因為一說封關 那一分鐘特區政府 就幫你封了機場口岸 這是我們香港人的逃生門 機場口岸是絕不能封閉的 到底有什麼基本因素改變了呢 實請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從今年的1月1日開始到現在 有三個口岸從來沒有封閉的 分別是機場口岸 深圳灣口岸 以及港珠澳大橋口岸 這三個口岸 甚至乎在連續二十幾天 沒有斷攬零個案的時候 都沒有封到 故此是否封關 並非最主要的因素 最主要的因素是什麼 正如那些醫學專家走出來說 就是特區政府放生了大量的 豁免檢疫人士進來香港 這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不只是我這樣說 連《蘋果日報》和《文匯報》的報導 都有這樣提過 我們首先看看《文匯報》那篇報導 《文匯報》即是公信力很高那份 他們引述了一些醫學專家的意見 比如說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他說 近日來香港的船員 都是來自高危地區 比如說菲律賓、印度、印尼等等 他認為 現時船員換班的豁免檢疫安排 搞到香港好像變了個冒險雞狼 近兩個月疫情大幅反彈飆升 來自高危地區的這班人 較早前獲得了雙豁免 不需要十四天隔離檢疫 又不需要做化驗 有常識的都知道會出事 他又促請特區政府 要立即取消 船員換班豁免檢疫的安排 最後這個安排就是叫停了 今個星期三次叫停 這兩天仍然趕得出來 還可以換班 你死不死 另外 政府抗疫專家顧問 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也說到 6月底 有課機機師去過哈薩克 和土耳其回香港之後確診 之後又有課輪來香港 再轉往大陸 船上有9名的船員確診 他推斷 或者獲得豁免檢疫的船員 或者機組人員 將病毒帶入香港 再經搭乘的士等途徑 在社區傳播 引發第三波疫情爆發 昨日《蘋果日報》有篇報導 以科學的角度 引證了專家的推論 他們引述了理大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的副教授蕭傑行的分析 就說 人家的團隊隨機抽取第三波疫情當中 26個病人的樣本進行分析 發現所有病人的病毒 都是帶有主流的D614G基因變異 涵蓋是哈薩克基組人員 甚至乎是其他幾個本地大型群組感染的個案 看完這麼多的報導 這麼多的意見 這麼多的分析以後 綜合第一個結論就是什麼 就是特區政府大批放生的外來入境的人士 免檢進入香港境內 就是構成了一個極大的風險 以及引發了第三波的爆發 尤其是那些來自高危地區的人士 更加不應該讓他們免檢 我真的想請問 到底是哪一個拍板落這個決定 是大量地放生這些人入境的 尤其是放生的那些海員 機組人員 例如高危地區那些 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這個人是不是必須要問責 特區政府不交代過這些事情 又當沒回事 現在說星期三 叫停這個 船員免檢換班就算了 這個決定是誰做的 是不是行政長官落這個決定 如果是的話 你也要出來交代 對不對 你有沒有問過專家的意見 在做這個決定之前 有沒有問過 袁國勇教授 許樹昌教授 梁卓偉教授 蛤 有還是沒有 還是自己私自拍板做這個決定 喂 這些事情要交代 對不對 不是說整天把這些 毫不合理毫不科學的 所謂的檢疫措施出來 就叫市民去承受 你自己特區政府完全不需要承擔責任 這樣 喂 本來也好地地 二十幾天沒有斷攬 怎麼突然之間爆發 當然是有一個原因 是不是 啊 離譜這些事情就不提 一邊叫市民不要做這樣 不要做那樣 你神經病 離譜 不是說不配合你去做那些檢疫措施 問題是你要市民調氣順一點 是要復服才行 哇 你自己就可以亂來也可以 市民就要整天處處自己限制自律 不是說市民不自律 市民都已經做到一百零一分了 你特區政府做了多少分出來呢 你特區政府要做的 要不就做得徹底一點 學一下當時歐洲高峰爆發的時候 人家那些外國政府 就貼了錢 叫市民留在家 下十四天就十四天 二十一天就二十一天 每天給一千元補貼 市民就不要上班 每個人都在家睡覺 只是准許他去超市去街市買菜 那你現在做什麼呢 市民又照樣上班 照樣上班 照樣去逼車 照樣去逼電梯 這些行為全都沒有風險 但是一旦在午飯時間 去餐廳吃午餐 就有風險 說得通嗎 好了 你特區政府現在呢 又想省錢 供應 照樣去經濟活動 照樣去 但是處處設置限制 又叫你不准這樣 不准那樣 那你想搞多久才可以呢 要不就做得徹底一點 要不就不要做這些無謂的事 不湯不水 繼續放生的免檢人士入境 你搞多一百年都搞不定 你看看台灣人搞得怎樣 蛤 其他地方又搞得怎樣 其他地方會不會放這麼多免檢人士入境 原來過去幾個月放了29萬人士入境 那為什麼要遷就這些人呢 全部都是特權人士來的 好啊 現在就叫全港市民埋單 就是這樣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